大家好,我旧老人,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这表直门小开箱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自己也是浪琴经典复刻系列万表的爱好者 之前我们曾经在开箱节目 包括周三大片中给大家呈现过几枚非常漂亮的浪琴经典复刻万表 而今天节目的主角就是浪琴经典复刻家族系列中的最新表款 Magetic来自于捷克空军1935 开箱聊表之前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枚万表的野史 肯定有人会问为什么是1935,为什么是捷克空军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实在二战之前捷克斯洛法克的军工产业还是非常厉害的 他们的装备制造能力大概相当于英国和法国总和 所以也是相当财大气速的存在 在上世纪30年代末这个二战越打越激烈了 那么捷克空军就说我们对军表的需求很高 就让这个表厂帮他们定制一批万表 当年有三个品牌竞争到了这个标的 分别是浪琴、拉美尼亚和伊年华 这三家就给捷克空军做了很多这种军表 后来军事万表爱好者在收藏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个表壳背后写了一堆捷克语 比较容易念的就是Magetic这个词 其实这一串连起来应该是军方财产的意思 但后面两个词比较拗口 所以Magetic就变成了这种整形军表 也就是捷克军表的民间代名词 先说一下价格 这枚浪琴捷克空军1935的关架是29600块钱 如果你希望获得节目中呈现的这个经典复刻系列的礼盒 也就是外加里边的尼龙表带还有一个拆表带工具的话 你需要多付出800块钱 也就变成了30400块钱就可以得到同款配置 实话是说我觉得这个表盒还是不错的 包括附赠的表带和调表工具 只多800块钱获得感还是很强的 我强烈建议大家购买的时候就选这个礼盒装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枚万表到底怎么样 首先拿到手上的第一印象 它是一枚很大的万表 官方给出的表径是43毫米 我自己量了一下 这枚万表的整个加表尔的长度是达到了52毫米 而它算上表罐的整宽是48毫米 确实是一枚很大尺寸的万表 为什么做这么大 因为上世纪30年代的原型表编号3582 确实就是一枚很大的万表 41毫米表径 当年的飞行员机舱里面是没有密封的 所以飞得越高越冷 所以飞行员都穿皮衣戴手套的 那这种情况下万表尺寸如果太小是不便于操作的 而且当年捷克工具那枚万表最经典的地方 就是可以通过旋转外圈的方式 让表径里边的这个指针指到对应的位置 从而实现倒计时的功能 你想想看 既然要实现这些功能的话 万表的尺寸 当然不能小 否则戴着手套根本没法操作 所以讲到这里你才能明白 当年的Magetic之所以在股东表收藏这个圈子里有一席之地 最重要一点就是浪琴当时独特的这样一个旋转外圈的 里边指针的倒计时功能 其实早在2014年浪琴就在经典复刻系列中推出过捷克空军的复刻表款 当年那枚万表呢其实在表圈里是有一定的争议的 争议的焦点在哪里 就是1935年捷克空军最经典的这个旋转圈的设计 在那枚万表上被取消了 增加了一个对于很多复古风格万表爱好者而言 真的很不喜欢的日历功能 而为了实现这个日历功能 还把它的小表盘的位置向上挪了一圈 导致那枚万表只是形式 你真正最需要的功能上 没有让大家找回1935年那份旋转的快乐 而这一次浪琴是真的花了血本 让这枚万表重新找回来它神似的部分 从一个万表爱好者而言 我觉得这个旋转机构才是这枚万表的灵魂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2014年那个款式 当时不太受万表爱好者的喜爱 因为你不能把灵魂的东西去掉 除此之外呢 相比2014款呢 我觉得取消日历是特别棒的一件事情 因为对于我们这样的复古风格万表爱好者而言 开个日历窗真的没有必要 当年古董表是什么样 盘面的布局和比例特别重要 而现在这枚万表的这个小秒针的盘面的尺寸和布局 终于回到了当年经典的3582的类似的造型的比例上 我觉得这一点啊是真的要点个赞的 你想想看上世纪30年代的时候为了实现这个旋转功能 它的表径和表圈是一起旋转的啊 非常简单的粗暴 而现在是如何实现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齿轮机构 就大家不要觉得这个外圈在转的时候 它是连在一起 其实呢 它们俩之间呢是分开来的 用一套齿轮组的方式连接起来 这样呢 正向反向都可以灵活运转 而又不会卡齿 同时它还有最重要一点 它有100米的防水功能 管是2014年的那个复刻版本 还是当年初代的版本 大家看到最多的啊 都是蛇形针的造型 但实际上啊 捷克空军当时被交付的那些腕表里边 既有蛇形针 也有像这枚腕表上一样的铅笔针 两种都是存在的 所以我觉得用铅笔针的好处在于 一方面确实当时的表款 是有用这个纸针造型的 第二点呢 就是又可以和2014年的那个表款呢 产生一定的区隔 避免大家混淆 这也是在发布产品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呢 就是logo的造型 当年的圆形表呢 用的是花体字 而这个浪琴的字呢 其实跟小学班上的这种感觉一样 我个人觉得呢 统一军表风格呢 也不视为是一个选项 当然如果它出来也是花体字logo的话 我也没有任何排斥 我觉得这两种logo我都能接受 不过相比当年的3582 这枚新款还是有很多 它自己独特的地方 比如说圆形腕表上 在小秒针盘面和中轴中间的 那一行防瓷的字样 在现在的表款中就没有了 因为这枚腕表所搭载的L89 3.6机芯呢 本身就具备很好的日常防瓷能力 所以呢 这行字啊 现在这个时代 真的没有必要再写上去了 会让盘面变得更加简洁一些 还有你会发现 阿拉伯数字的石标上 都有一定的凸起立体设计 再做旧的配色 加这个凸起的立体石标效果呢 让这枚腕表的细节看起来 更惊得住我们镜头的考验 还有一些变化呢 则出现在表圈和表壳上 比如圆形表的表圈呢 花纹相对比较细腻复古一些 而新款的表圈呢 其实整体的花纹呢 看起来更现代感一点 还有就是表壳 在表罐的上下部呢 做了一个护肩的设计 也是避免表冠磕碰 对腕表造成损伤 现在很多当代表款呢 通勤的都加了护肩 另外就是这边呢 有一个金属的名牌 上面写1935 刻个1935也没毛病 当然从我作为一个腕表 消费者的角度而言 我更希望这上面刻的是 这枚腕表的专属编号 这样的话获得感会更高一些 来到背后 因为是军事题材的复刻腕表 所以这枚腕表背后呢 并没有背头的设计 而是由四颗螺丝固定的 带有拉丝表面处理的 不锈钢表底盖 表底盖上呢 会刻有浪琴飞行员 和Magetic的字样 下面呢 还有这枚腕表的型号 和相对应的编号等等信息 虽然没有背头 但这枚腕表搭载的机芯呢 还是不错的 来自于浪琴专属的L89 3.6机芯 洞储72小时 也就是有三天的时间 同时呢 它内部呢 有硅油丝 还有毛式群重构建 可以实现600高斯的防磁能力 在现在各种充电宝充电线 都有磁铁的情况下 这个防磁能力还是很重要的 上手的感觉是这样的 之前提到过它的尺寸 我个人觉得呢 这枚腕表佩戴在手上的视觉效果呢 就跟一枚42毫米的佩纳海带护桥 的Lumino差不多 哎 还是有点挑腕围的 个人建议腕围17以上啊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如果说你和我一样是腕宽 不够宽的小腕子的话 就可能会遇到这个表尔的宽度 跟你手腕宽度差不多的情况 这个时候呢 腕表戴在手上 可能就没有那么优雅了 所以在选择这枚腕表的时候 我建议你还是先去店里 试戴一下 看看是否适合你手腕的宽度 当然从穿搭的角度而言呢 它可以满足更多户外和休闲着装 比如说像冲锋衣啊 像机车的皮夹克啊等等 这枚腕表都特别好搭 最后呢 再给大家一些购表小建议 事实上 复古风格军事题材腕表 是很多男生买表的时候 根本绕不开的选项 但我真的不建议你去淘那些 正儿八经的股东表啊 因为一水很深 第二坑很多 我非常喜爱浪琴经典复刻系列腕表的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你可以在专柜衣买新表的形式 买到当年那些军事题材的表款 而且每一个表款都有它 当年的原型表 款式都有历史可循 基辛品质到位 售后服务也很安心 关键是价格不贵 凑齐一套三只海陆空 也就大几万块钱而已 还有一点呢 就这个系列的腕表呢 每只都很独特 很容易体现出你自己的风格 爱好和品味 它更适合那些 已经拥有了三到五枚腕表的玩家 在正装和通勤万表之余啊 给自己留一个独特的关于历史表款的一份回忆的万表 我倒觉得呢 浪青经典复刻系列呢是非常合适的选项 这里我也想问问大家 就是大家觉得这枚捷克空军1935的表款啊 到底做的怎么样 你们觉得它有哪些地方让你眼前一亮 还有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有不足有待改善的地方 欢迎大家在评论的弹幕区告诉我你的答案 让我来看一看我们想的一不一样